一身軍裝、榮光煥發的金融市長尼歐昌 對著鏡頭介紹基隆火車站旁著名的眷村美食 貼鍋饅頭 尼歐昌還幫這項美食證明 那為什麼它會叫做貼鍋 是因為它旁邊是硬硬的 中間是軟的 中間是軟的 它是叫做貼鍋饅頭 證明是這樣 不過一般民眾常常叫錯 叫成鍋貼饅頭 這是北北基陶眷村文化節開幕活動 今年輪到台北市政府主辦 為了防疫 該以線上直播方式 讓台北市長柯文哲 新北市長侯友宜 桃園市長鄭文燦 與金融市長林又昌 在網路上同框 我覺得其實從去年疫情到現在 線上的一個方式 其實現在已經很普遍 不過第一次我們四個市長 做這樣的一個合作跟嘗試 我覺得蠻有趣的 我相信大家看了之後 應該會覺得效果蠻好 市委市長分別介紹各個城市 最具特色的眷村景點 美食小吃及文創商品等 金融市長林又昌表示 10月9號將啟用的沙灣歷史文化園區內 其實之前是見識新村 現在的農民服務處 就是當年見識新村的幼兒園 如果沒有把這些典故跟大家講的話 可能大家都已經 這個遺忘了這些歷史 所以我今天特別穿了這個 一身的一個草綠服 就搭配這個場景 那我們在10月9號開始 大沙灣歷史園區 要這個已經要完工跟啟用 把我們包括太平原紀念碑 還有法國公墓 以及剛剛在講的 沙灣史文遺構 以及這個建石新村等等 沙灣眷設 全部都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所以這個地方未來會呈現出一個 不同歷史階段的一個整個的一個歷史 跟文化的一個區域跟場域 那非常適合所有希望要了解台灣 或者是基隆的發展歷史的民眾 到這個地方來這個參訪 世衛市長最後還很有默契的完成拼拼圖的任務 劉昌強調就像推動基隆檢運一樣 突破縣市疆域的限制 共同合作才能創造多營局面 我們一直都是主張 這個城市跟城市之間合作 是對大家是最好 我也一直在講 這個新北好 台北好 基隆好 桃園好 其實大家都會更好 所以合作是應該的 特別是我是希望說 去突破那個行政上的一個講解 大家不要太本位 其實拋棄這些本位的一個想法 站在一個比較高的一個高度來思考 其實對幾個城市的市民的福祉 還有城市的建設 我覺得這是最好的一個選項 佩克眷村文化節活動 北北基陶四世也分別有禮物 要送給參加民眾 基隆市挖局方面就準備了 重返偉昌領等四本精美好書 從7日起到10月31號 只要參加線上集章 就有機會獲得 歡迎民眾共同來體驗 眷村文化的美好 記者張祈腾 金融報道